哈喽大家,我是凯威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家庭菜 先下蒸蛋,一起走你 首先准备三个鸡蛋 首先将鸡蛋打开放进碗中 三个鸡蛋每210克 再倒入250毫升的牛奶 这样鸡蛋与牛奶的比例是1比1.2 加入1克的食用盐 然后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放一盘备用 再切上一点葱花备用 接下来准备7只鸡剥壳 剥好壳的鸡在鸡背开一套,取出鸡线 再把鸡切成小颗粒状 把鸡粒均匀地铺到碗中 再把刚才调好的蛋液倒进来 水开后放入蛋液 记住火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开中火就可以了 用碟子盖住蛋液防止水蒸气低落 这样蒸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蒸好的鸡蛋抖动一下 可以看到鸡蛋非常的弹活 最后倒适量的酱油 再撒上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一道美味的鲜下蒸火蛋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就不客气了 开吃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费的记得订阅留言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